哈囉大家好我是Peggy 我今天要來開箱 就是這一個大包裹 好 你們猜猜看裡面是什麼 就是那麼大而且還蠻有重量的 那我就 廢話不多說直接開箱 超爆裂 天啊 我還真小喔 好 給你們看一下裡面大箱子是裝什麼 好累喔 開個箱開這麼累 給你們賣個關子 Balenciaga的防塵袋 它最近超火的一個商品是什麼 猜到了嗎 好 我要揭曉了 就是 登登 Balenciaga的Triple S 超開心的 等一下 我期待這個商品非常非常久 我終於看到本人了 本鞋 超級 好看 哇 讓我先細細欣賞它 到底是真正本尊是什麼樣子 天啊 這就是傳說中的 醜鞋 給你們看一下 鞋 而且就是 這雙是白色很難買到的一雙 我是 給你們看一下鞋底 這雙其實是短個 線上買手店 叫Fair Styling 買的 然後它是在 Instagram上面有一個頁面 那 我會分享給大家 我買的價錢是720磅 因為它是在英國買的價錢 Balenciaga鞋盒的大小是Nike的 大概大了兩倍左右 對 然後如果要加鞋盒的話 還要再加20磅 我想說算了 沒關係 不要盒子 就是只要鞋子就好 如果你買到這雙會有什麼內容 就是這雙鞋的本身 然後它會配一個鞋帶 還有一個防塵帶 這邊 其實你也可以在一些歐美的 精品購物網站上買到這雙鞋 只是就是很快都被搶光 所以你可能要就是 三不五時的去頁面滑一滑 就可能 剛好會有你的尺寸 你要趕快下單 那我都會把那個 所有的 你可以購買的網頁 貼在我的資訊欄下面 如果你沒有興趣的話 可以下去看 就是 那邊買的話 絕對是比找代購便宜 因為我有問過台灣的代購 它 這一雙要賣到三萬多台幣 就真的很貴 我只能這樣子跟你們說 這就是它穿起來的樣子 是不是有一點笨重呢 那就是這雙鞋要給人家的感覺 然後是真的很醜 醜的讓人家一眼就看到你的鞋 然後我買的是白色配色 所以我覺得比較好搭 像我現在就穿那個牛仔裙 你們覺得呢 我剛剛試穿之後呢 我發現 它這個鞋碼是剛剛好的 就是 像我平常就是穿38 然後我穿這套38 它就是剛好也不會太大也不會太小 因為我本來以為 怕就是它的尺碼會不會偏大或偏小 有些鞋子會就是有偏大偏小的問題 但是幸好這雙38就是 剛好還蠻符合我的腳38號 然後我覺得這雙鞋它很赤裸裸的 就是秀給人家你到底是穿什麼鞋嗎 就我覺得鞋滿是一個蠻私人的東西 但是這雙鞋就整個 整個表露無遺 之前有看新聞 它之前是在義大利製的 然後現在都轉到中國製了 人說什麼 嗯 那它這裡會印那個尺碼 然後它這雙是Made in China 你們可以看 不知道你們看得到 剛剛試穿我覺得穿起來蠻舒服的 我還沒有走在路上 所以我也不知道它會不會搖腳 各大40品牌像是LV和Gucci 都推出他們的老爹鞋 但是沒有一個品牌拼得過這雙SSS 這雙真的是超級熱買 超級難買 線上有貨的話馬上就被搶光了 找代購的話 代購價錢又還蠻不便宜的 代購的話要三萬多台幣 反正他們都會加一個價錢 就是他們說的行情價 但是 或者你也是可以 如果有Balentica的話 你可以自己到那個專賣店去問 但是我之前有去 那時候去德國問 德國的專賣店問的時候 他們就說 這雙鞋已經在排隊很多等候名單 這個要碰運氣還有緣分吧 就是你緣分到了 你就會帶走你的屬於你的那雙鞋子 然後版千蓋它Tribris有很多配色 很紅配黑還蠻有看的 其實它配色都配的還蠻協調的 但我就是挑這雙白色是因為我覺得最好搭 因為不會有那個顏色碰撞的問題 然後它這個鞋的特色就是很厚的底 看有沒有 1 2 3 4 5 鞋跟的部分 就非常的厚 我覺得這雙鞋也真高很多 大概有5到10公分吧 你看它的底超厚的 就是也是有真高的效果 鞋底也是做的很復古 看一下細節 反正這就是我心目中夢寐以求的醜鞋 終於買到手了 這時候我有在就是覺得要LV的Archline 還是Blancéga Triple S 然後我有在Instagram給大家投票 那大部分人都選擇Blancéga Triple S 然後我自己其實本人也覺得這雙比較 可以就是穿的長久一點 因為我覺得LV的那個Archline有點太Trendy了 就可能很容易過氣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 我會把一些 Triple S的購買連結貼在資訊欄 但你們要三不五十去滑一滑 因為它很快就會被賣光 然後我看最近有網頁它是Coming soon 就是即將補貨 所以你們可以去試試手氣 畢竟還是比找代購便宜很多 這雙鞋是爆款 所以代購一定會收一些代購費 就是他們的行情價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給我一個讚 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也可以留言給我 看有什麼想要分享的話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裡結束 下次再見 掰掰